呵呵呵呵 開絲波啊 快點啊 我餓了 趕快拿上來啦 第一道菜 薯條 還有咧 快點拿上來啦 還有 然後吃雜雞 枕頭的 然後為什麼要吃肯德雞呢 剛好最近他們有一個愛心做工藝的活動 就是 只要是買肯德雞 然後你加購 它會給你一個這樣的環保袋 那我覺得很不錯 原因是因為它這個是 世界展望會跟肯德雞合作的 然後就是守護台灣平統 就是你買的東西它都會捐贈 然後幫助需要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前陣子的活動沒有玩到 我們今天就來吃炸雞 然後它是長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對 就是等於說去買東西就不需要用 不需要用塑膠袋 整桶炸雞 整桶炸雞進來 整桶炸雞進來 就是你看很棒耶 我覺得這個袋子蠻好的耶 不會啊 因為它是圓形的 它是銅狀的袋子 然後這個袋子有厚度 好 最重要的是就是 可以吃炸雞 然後順便做工藝 因為我們飲料也沒拿吸管 就是我覺得現在要衝上環保 就打開來 然後就分拌一起喝吧 其實應該帶杯子去準備 好 這是可熱 有人叫我們吃雞 所以我們就吃雞 哈哈哈 誰 誰叫我們吃雞 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 好 反正我們就來吃雞了啊 就是真的有說到做到 就是真的吃雞了 吃飯時間 吃飯時間 然後 我覺得肯德基現在還蠻厲害的耶 他們做這個包裝 比較環保 因為像它這樣子一個套餐 它就是直接把菜都這樣直接包起來 就不會還要在盒子啊袋子什麼的一直放 我覺得有稍微變環保一點 好 晚上吃吃炸 點燈減炭 點燈減炭 然後這邊是怎樣的搭配 我們點的是六塊雞 六塊雞 你要不要看一下裡面內容是什麼 雞腿 雞腿 一隻 一隻雞腿 好小隻的雞腿 滿小隻的耶 雞翅 雞翅 一隻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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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大腿,然後再一個雞翅 好,六塊雞就長這樣 沒了 然後我們總共買這堆 全部加起來四百多 四百七十多塊錢 然後那個是另外買的 加購 加購 做工藝的 對,做工藝的 現在在看的這個畫面 是用GoPro連接粉絲專業做的直播 然後我們剛剛研究了很久 就是到底怎麼樣 可以把GoPro接到直播上面 就是還蠻好的 現在有很多那種YouTube 就拍介紹的影片 那我們是看那個GoPro台灣 它有教學 就是首先先把GoPro 跟手機連接 然後手機裡面要輸入一個 就是你粉絲專業的直播串聯金要 所以這樣就可以接起來 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畫面 我們現在在錄的畫面是GoPro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有開一台咪店 所以我們其實攝影器才就是GoPro跟咪店 就這樣溜了 就是研究了一陣子 發現蠻好玩的 好吧 今天主要就是吃雞做工藝 冬至進補 冬至是明天 先補喔 看我們這樣吃給人家看好像蠻無聊的 哈哈哈哈 出發直接喔 前陣子肯德基的活動就是 買一百送一百 對它是買一百桶 那只有人在台北市 就是它可以有一個活動就是 買一百隻炸雞 桶 歡樂餐 一百個炸雞 它裡面內容是一百個炸雞 然後還有一些可樂 還有一些東西 你只要把它等 你把它點了那道餐 你再之後 它還會再推出一個時間 還會再送一百個炸雞 所以就是買一百個炸雞 送一百個炸雞 那個我們吃不完 我們也不是大胃王 所以這個活動沒辦法跟啊 也跟不上 就來做工藝 就是有人慫恿我們去吃 可是我們真的做不到 就放棄 那我個人覺得肯德基很厲害 因為它還有 甜的東西 就是蛋塔 就是這幾年 就是講到肯德基 就會想到他們家的蛋塔 因為吃完鹹的 辣的 吃甜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他們這個 這一招 我覺得很棒 但是我不會 因為想吃蛋塔 就跑去肯德基買 我不會啊 可是如果吃完鹹的 甜的 再來一個甜的 真的很棒 那麥當勞不是也有 麥當勞有什麼 蘋果怕 欸 對欸我沒想到 它有冰炫風 肯德基也有那個啊 冰淇淋啊 它不是也有嗎 肯德基沒有冰淇淋嗎 我知道 欸好像蛋捲冰淇淋 只有在肯 欸麥當勞才有 不知道忘記了 很少會因為想要吃甜的 跑去他們家買 所以台灣的素食店經營也蠻困難的 然後盆德基的薯條長這樣 它是那種 熱的時候是脆的 可是冷了之後就會變得很油 薯條有幾種 馬鈴薯切塊 跟馬鈴薯一條 然後有一種 有一種薯條是像這樣 畫面是脆的 畫面是脆的 然後還有一種是 就是頂瓜瓜那一種 是地瓜做的 就是一般路邊賣的那種炸的那種攤位 看一下 好這次一半就一次 好 響應環保 所以盡量自備吸管自己的 像這種塑膠的 然後他們現在 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剛買回來的時候 這個有點掐倒 所以他有點爆開 給我出來 全世界最北的麥當勞在哪 你知道嗎 最北 最北 最北端的麥當勞 全世界最北 我不知道 我給你猜 就是 第一個俄羅斯 第二個冰島 第三個 芬蘭 你猜是哪一個 俄羅斯吧 為什麼 因為冰島沒有麥當勞 欸 沒有中陷阱 對 冰島沒有麥當勞 然後 俄羅斯是目前最北端的國家 是有這種素食店的 欸 麥當勞真的很厲害 開在全世界 可是我覺得麥當勞蠻厲害的 就是 麥當勞 有啊 還有麥當勞叔叔之家 也是做慈善的啊 我覺得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這樣吧 就是當你大到一個規模之後 就開始要做一些回饋社會的事情 做公益啊 可能那種大雞塊很爽耶 你最喜歡吃雞翅雞大腿還是雞小腿 雞小腿 雞小腿 你喜歡吃這種的 為什麼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因為旁邊肉 旁邊肉 中間骨頭 喔 吃這種的 嗯 還要在那邊挑挑挑 挑他的肉 肉是比較大塊的 但是 嗯 吃起來很麻煩 啊我個人是蠻喜歡吃這種 大塊的肉 我覺得很爽 嘿老師 哈囉 哈囉 你好 晚上吃飯了嗎 我們在吃炸雞做公益 不是 所以我們去買肯德雞 然後看到他有一個做公益的袋子可以買 所以我們就買了肯德雞 又買了他的袋子 對 就是這個環保袋 公布袋 環保公布袋 對 做公益 他會把錢捐給那個 世界展望會 然後台灣的平統 就是現在 現在其實蠻多那種 家境很清函的人 他可能連書都讀不起啊 就是捐助這些團體 讓他們幫助更多的人 我們也沒有 也不是很有錢啊 就是覺得 欸 可以順手做公益 那你大學 你說你可以這樣吃完整個六塊 超逆的 你大學不是還去吃那個巨無霸漢堡嗎 你有吃完嗎 沒有 可能太大杯了 所以其實大胃王挑戰賽 最 最大的陷阱是那個飲料對不對 可是真的不要吃太撐 我覺得對胃也很不好欸 可是看人家吃又覺得很紓壓 很變態你不覺得嗎 看人家吃很多覺得很紓壓 就覺得趕快吃趕快吃趕快吃 可是自己沒有辦法 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很變態啊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練習 如果想要試著練習那時候 那個胃會壞掉不行 聽說那種大胃王去造X光啊 他們的胃 他們的胃可能長這樣齁 他們吃完那個可能5公斤 或10公斤的東西 他們的胃整個是摧下來 他們可能會壓迫到其他器官 很可怕欸 可是我最好奇的是那種 大胃王他們到底吃完 這麼多食物之後 他們一天要上幾次大便 哈哈哈 所以那種大胃王那種 真的不是正常人可以挑戰的 我覺得不要浪費食物 我覺得進 就四可兒子就好了 你吃吃就吃自己 吃飽就可以了 我知道他們很厲害的是 他吃了這麼多東西 一開始都會覺得好吃 但吃到後面就會覺得很厲害很難 我覺得大胃王是厲害的 可是太多人可能會模仿造成食物的浪費 你就紓壓吧 看的時候會覺得很紓壓 都有吃軟吧 都有吃軟 阿齋 阿齋 就是辦不到 沒辦法阿 我吃不完那麼多 每吃完都給別人吃阿 所以這種設計其實是要那種派對 派對餐 然後是全家人一起吃 我覺得肯德基最厲害的一個經營 就是他有蛋塔 就是在大概可能國中吧 十幾年前的時候開始 肯德基就廣告 他有什麼什麼蛋塔 什麼什麼黑糖 什麼什麼什麼蛋塔 那個時候我記得蛋塔工廠這家店 開得很快 然後後來就陸續一下都倒光了啦 可是肯德基的蛋塔還是活著 吃完鹹的辣的 再來一個蛋塔 他的皮是做的那種很有層次的 所以就算冷掉也很好吃 你們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一般人 就是不要輕易的挑戰 大胃王 因為太辛苦了 然後今天呢 是會拍這支子婆 是因為 有一個好朋友叫我們 也挑戰看看吃雞 吃肯德基 對吃一百隻的那種 這個故事是這樣 好你講一下阿 那天我在弄東西 在公司弄東西 對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吃肯德基炸雞筒 我去你吃 好 我說沒問題阿 你要求我吃好阿 一筒 我大學的時候一筒一個人吃一筒 然後他就點開了一個網站 YouTuber網站 然後他就介紹 有人在介紹吃這一百塊炸雞 然後他就說欸你這個 還要給我一天的時間 二十四個小時吃一百塊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挑戰不完 那筒炸雞要四千五百元 但是你只要點那一筒炸雞 你下一次 他活動不知道什麼時候忘記了 下一次他還在送一百筒 一百筒還是一百塊 一百塊一百塊一百塊 嚇死我 對他說這樣算起來一塊炸雞才二十幾塊 我覺得我忘不到 我覺得我剛剛這樣吃兩個 塞多了就有點想要吐了 我覺得不行 那你要是他一百個 你要是找十個人 一個人吃十個 就一百個 但是我好像很少人可以吃到十個 欸你知道一百個 一百塊炸雞是什麼概念嗎 這個桌子擺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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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桌子擺滿再往上疊 這是辦不到的事情欸 很困難欸 你不覺得很困難嗎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故事的結局告訴了我們什麼 就是 人家要請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要先確定他的數量跟大小 不要太有自信 不然他會變在笑 所以你是跟他講說你辦不到嗎 我跟他講說我辦不到啊 還有飲料欸 我覺得飲料是最困難的 肚子都是水 好我們吃飽了 就是最後再提醒一下 我們沒有業配 也沒有收廣告的錢 只是單純覺得 想吃肯德基 然後做工藝 就你看他的袋子真的超可愛的欸 你看他的袋子 然後他是有厚度的喔 就是他 他是有厚度的 他不是那種一般那種薄薄的 然後他做的是圓筒的 他的底長這樣 所以他其實提東西的時候 他底部是有支撐的 他不會就是感覺好像提起來的東西都會亂掉 然後我現在 接下來就把他收起來 收起來 這很大欸 他其實是一個滿有質感的 環保溝通袋 我個人很喜歡 然後就是把他塞進去 塞進去 YES 就是塞進去 就是也不用塞進去 他還破掉 因為他很厚 好 我折的可能不是很好 對 就這樣子 最後收尾 就捲起來 就長這樣 就長這樣 收起來就長這樣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掛勾 就是你可以勾在你的包包上面 或是繩子上 然後他收起來是長這樣 肯德基爺爺爺後 對 他是跟世界展望會合作 然後我們買這個袋子呢 一百多塊錢 吃東西 然後贊助貧窮的人 就是鼓勵大家多做工藝 去捐血啊 去廟店拜拜啊 或者是說便利商店 就幫助一些需要的人 就幫助一些需要的人 對 世界有你們而更美好 拜拜 再見 再見 還直播要怎麼關 直播要怎麼關 這個就關嗎 這個按掉就好了嗎 不斷應該是從這邊關吧 我可以喔 從這邊關吧 好 拜拜 拜拜